8月21日,中国首只自主培育的克隆猫大蒜满约了 据了解,这只小猫的母体就叫做大蒜 因疾病过时,主人黄先生舍不得 于是花费25万元克隆了这只新的大蒜 除了克隆猫,近年来宠物美容师、宠物殡葬师等与宠物相关的行业也逐渐兴起 宠物的待遇越来越高,不少人为了养宠物操碎了心 我的猫是一只现在已经一岁的美国短毛猫 然后我特别喜欢他,我把他当儿子养 然后给他做一些比较有营养的饭 就不仅仅局限于猫粮 比如给他煮一点鸡胸肉 还平时会给他加一点蛋黄之类的 如果在生活中或者工作中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的话 然后有时候我可能会哭 我的猫就能发现我在流眼泪 然后就过来蹭我 比如双十一之类的购物节的话 我首先会去想去囤一些猫粮猫用品之类的 而不是首先去抢我自己的衣服零食什么的 像去年他就是被一个那种猎狗咬了 整个那个头皮都被咬起来了 我当时看着特别的心痛 每天就带他去医院治疗去包扎 然后每天晚上他就在我的床边 就一直哼啊哼啊我就觉得特心痛 就觉得那个伤口怎么不在我身上那种 但有趣的事情也很多 比如说像是我去超市买菜的时候 有时候菜买的比较多比较重 就会让他帮我提一下 他就像个小帮手的一样 就一直帮我拿着从超市走到家 以前嘛会接触过一些男性朋友 就是可能有些朋友呢 可能不是很喜欢狗狗 但是我也在我的狗狗和他之间呢 进行过一些沟通交流啊 确实可能对方不是很能接受嘛 所以最后我还是选择了我家狗狗 他生孩子的时候 那三天没合过眼 因为两个小时要换一次男 然后他也贼能生 一只狗投胎生了12日 我只能一小时换一次 一小时换一次 差点把我给累死 就猝死在那儿 有一次就是我们有 有一个朋友就是 他的那个阿拉斯加嘛 阿拉斯加就是日常的一种 就是跟他玩 就跟我老公在玩的时候 但是他就扑他嘛 因为阿拉斯加比较大 一百多斤 他扑过来的时候 我们家这只狗就看到 以为这只狗在攻击我老公 然后他就冲上去 就跟那只狗打起来了 就是咬着他就不犯嘛 然后虽然最后他是紧了 但是他受伤了 据以机构发布的 2019宠物消费生态 大数据报告显示 截至2018年 中国养宠家庭数量 为9978万户 过去五年里增长了 43.9% 这其中大部分是年轻人 对他们来说 宠物已不仅仅是宠物 其实养他也是机缘巧合 我觉得就是缘分到了 他就是我们家的一份子 然后我觉得养宠物就是 既然你把他带进门了 就一定要照顾他一辈子 然后他也会带给你 许多的幸福和快乐 怎么说呢 反正他不能出事 我可以出事 大家的就觉得 宠物是你一个伴侣 是一个陪伴 但是真正小狗 它就是以你为中心 你可以有更多狗 但它只只以你主人 一个人就是 忠诚你一个主人嘛 我们每个人的朋友圈 可能都有上千人 但是你会发现 等真正需要有情感交流的时候 他这个圈子 其实也许不会超过五个人 而且这里面 经常还不包括自己的父母 家庭的这样的成员 太多人他需要这种伴侣 更多的时候是 这个宠物是自己的一个精神寄托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